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 粤语版 节目 今天有几则重要新闻同大家分享 首先香港海关成功倒破一个非法生产摇头苑的工场 并拘捕了一名19岁的青年 这是20多年来首次发现的类似制毒工场 显示出海关打击毒品交易的决心 其次 香港首个比特币反向投资产品正式在交易所上线 让投资者可以从比特币价格下跌中获利 这是香港在加密货币金融产品方面多元化的一部分 最后 大众汽车与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小鹏汽车签署合作协议 将共同开发新型电动车和智能驾驶技术 预计首款合作车型将在两年内面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话早报 报道 香港海关近日揭发并关闭了一个临时设置的窑头苑 制造实验室 并逮捕了一名19岁的嫌疑人 这是20年来首次发现此类生产线 该实验室位于大角坠一个200平方尺的办公室内 被查获了数十代和平化学品以及制约设备 海关高级督察张广达表示 这些化学物质可制造多达12万火窑头苑 市值约1000万港元 行动中环查获料价值约80万港元的海洛因 初步调查显示 该实验室约在一个月前设立 处于实验阶段 这名19岁的嫌疑人声称是无业 并有黑帮背景 他在互联网上学习如何制造毒品 这次行动成功阻止了这批毒品进入市场 保障了公众安全 《南话组报》报导 香港将推出首个比特币反向投资产品 这是一种基于比特币价格下跌而获利的投资工具 将于周而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 这反映了香港不断扩展其虚拟资产产品阵容 吸引投资者 该产品由CSOP资产管理公司推出 主要投资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交易的 比特币期货空头头传 只在让交易者从市场价格下跌中获利 这些产品面临极端价格波动的风险 可能在一天内价值下跌超过20% 香港近年来推进了多项虚拟资产相关的计划 包括推出以太坊ETF和建立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许可制度 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在努力监管稳定币 这些稳定币通常与法定货币如港元和美元挂钩 《南话早报》报导 大众集团与中国电动车製造商小鹏汽车扩大合作 签署协议共同开发提升智能驾驶能力的系统 双方承诺加强合作 开发新型车型以折省成本 应对中国内地日益激烈的竞争 小鹏在香港联交所公告中表示 双方在广州和合肥设立了项目办公室 共同开发电器电子架构 这一系统将连接车内所有电子控制单元 全感器和执行器 支持自动驾驶 数字连接和信息娱乐功能 大众中国首席执行官Ralph Bransett表示 这是大众在中国为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重点关注中国客户和技术创新 首款搭载该系统的汽车将在24个月内下线 预计2026年起所有大众品牌电动车型将配备 这一系统 大众希望通过与小鹏的合作 加快新车型的开发 应对本地竞争对手的挑战 去年 大众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共交付了324万辆汽车 其中纯电动汽车仅占19.18万辆 与此同时 内地电动车市场去年增长了37% 交付量达到890万辆 Brand Satter表示 大众计划到2030年在内地推出30款新电动车型 目标年销量达到400万辆 Yahoo US 报道 一名中国顶尖大学的女博士生黄迪 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控其导师性骚扰 并声称因拒绝其进一步要求而遭到威胁 可能无法毕业 黄迪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习 他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59分钟的视频 展示了他的身份证并聊述了他所遭受的虐待 他指控这名教授 前副院长及前共产党代表 对他进行身体和言语上的虐待 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给他分配了许多无常任务 威胁他不会毕业 黄迪环分享了他与教授之间的聊天记录和音频片段 证明他的指控 他表示 此刻 我已无法再忍受 也无处可退 所以我选择站出来 这篇贴指引起了广泛关注 获得了173万个赞 许多用户留言支持他 要求对教授进行法律处罚 并为他指派新导师 人民大学表示已经成立调查小组 对此事进行撤查 南话早报报道 特斯拉和SpaceX的COI隆 马斯克称赞新加坡的首任总理李光耀 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并对他设计新加坡 在海岸建设一个更大的机场 并希望机场成为新加坡 花圆城市形象的延伸 马斯克还称赞李光耀 在公共服务建筑中安装空调 以提高生产力的举曹 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导下 从一个资源贵乏 失业率高 人口过多的国家 发展成为亚洲人均GEP最高的国家之一 李光耀的政策被认为是吸引外资 和加强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 日经亚洲报道 香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对俄罗斯的商品出口激增 凸显了香港在帮助美国对手逃避 国际制裁方面的广泛角色 根据自由香港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 香港公司帮助出口了 美国和欧盟列出的关键技术产品 包括高科技芯片和无人机灵部件 报告指出 从2023年8月到12月 香港向俄罗斯出口了 价值19.7亿美元的商品 其中40%为高优先级物品 报告还发现 香港有206家公司参与了 向俄罗斯运送这些高优先级物品 报告的作者薩苗尔·比克特表示 全球执法努力面临挑战 因为新贸易公司会迅速出现并继续运作 比克特建议 美国应建立一个集中 跨部门的机构来协调制裁和出口控制调查 以更有效地打击制裁规备行为 Nike Aja 报道 中国渤海银行正计划出售价值290亿人民币 约39.9亿美元的不良贷款 因为中国经济疲远和房地产市场问题加剧 令贷款机构不得不处理坏象 这间由英国渣打银行持有16.2%股份的银行预计 这次出售将带来39亿人民币的财务损失 但希望能从交易中获得不少于177亿人民币的收益 渤海银行希望将大额外涨从资产负债表中剔除 并表示有6个潜在买家 包括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增长速度远低于预期 房地产市场的恶化继续影响到 更易受到私营部门贷款影响的小型银行 渣打银行在过去几个季度 已经对其在渤海银行的股份进行了 总计8.5亿美元的减值 并在5月份表示 由于住宅销售量持续下降 对该行业保持谨慎态度 自2020年上市以来 这家在香港上市的银行股价已经缩水80% 2023年 这家位于天津的中国银行的净利润 同比下降了17% Yohu US报道 中国将逐步提高 目前世界上最低之一的法定退休年龄 以让人们能够工作更长时间 从而输解庞大的养老金预算压力 许多省份已经面临赤字 这项改革迫在微折 因为中国的预期寿命 已经从1960年的约44年 上升到2021年的78年 超过了美国 并预计到2050年将超过80年 周日的公告出现在一份关键政策文件中 该文件还推出了 应对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策略 这些问题在2023年连续第二年下降 并预计将持续数十年 当局表示 将按照自愿参与并适当灵活的原则 稳妥有序地推进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 文件中概述的改革预计将在2029年前完成 目前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 比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低5到6年 而从事白领工作的女性为55岁 工厂工作的女性为50岁 政策制定者在过去两年中曾表示 他们打算提高退休年龄 但这次变革将是第一次允许工人选择继续工作 国家卫生当局预计 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8亿增至2035年的超过4亿 相当于目前英国和美国的总人口 Telegraph 报道 由于美国总统乔 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 亚洲股市隔夜下跌 日本的日经225指数下跌1.2% 至39,582.13点 英镑对美元走强 因为拜登支持副总统卡马拉 哈里斯在11月对抗唐纳德 特朗普增加了对全球最大经济体 未来的不确定性 澳大利亚的SNPSX200指数下跌0.6% 至7924.40点 而韩国的Kospi指数下跌1.4% 至2756.62点 英镑上涨0.1% 至1.2921美元 美元对欧元和日元也失去了部分地位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策略施约失夫 卡普索表示 特朗普性选概率的下降应该会使美元走弱 反之亦然 他说 关键是本周的民意调查显示什么 哈里斯可能是一个更强的候选人 但这是否足以改变民意调查 中国央行以外下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从3.45%降至3.35% 以刺激放缓的经济增长并摆脱长期的房地产低迷 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也从3.95%降至3.85% 以提振经济增长 应经济学家林欣宋表示 中国商业银行的正式差已经处于历史低位 不良贷款迅速增加 利率下调可能会增加中国银行的压力 《南话早报》 报导 香港高等法院周一宣判三名股票市场交易 原因操纵清理控股股票 而被判处最高六年八个月的监禁 这是香港对于人为增加股票交易量的最严厉打击 涉而其 林永奇和谭卓行被判处四年四个月至六年八个月不等的监禁 这是此类刑事罪行的最重刑罚 他们被证明在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SFC 于5月提起的标志性起诉中有罪 这个操纵计划被形容为 《复杂而精密的阴谋》导致真正市场参与者蒙受损失 并损害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声誉 高等法院原重法庭副法官邮德康在宣判时表示 公平和高效的股票市场是我们在地区保持竞争力的前提 维持市场秩序对于香港市民来说至关重要 公众不应受到此类失败对金融系统的影响 这三名被判刑者操纵了清理控股的股票交易 该公司主要从事建筑 咨询和项目管理服务 并在香港的次级章版上市 操纵交易计划在清理控股于2016年3月29日 首次公开招股IPO 之前就已经开始 并持续了超过5个月 阴谋者通过控制的156个证券账户进行操纵交易 人为地将清理控股的股价从IPO价格推高 至2016年8月的5.71港元 账幅高达2000% 之后在2016年9月7日崩跌了90% 这个计划非法获利超过1.24亿港元 约1590万美元 另外两名涉嫌参与市场操纵案的个人 何敏显和宣文 仍在图目前被当局通缺 《卫报》 报道指出 香港已成为全球最残暴政权的贸易枢纽 根据一份检视香港在促进向包括俄罗斯 伊朗和北韩等受到西方制裁国家流通商品的角色的报告 由香港自由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1年至2022年间 香港向俄罗斯出口的半导体大约翻倍至4亿美元 约3.1亿英镑 仅次于中国大陆的出货量 半导体对于俄罗斯的战争努力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是母人机和巡航导弹等武器的组成部分 报告分析了2023年5个月内香港的出口情况 特别关注美国政府制定的 共同高优先级清单 CHPL 上的物品 这些物品是俄罗斯为其武器计划所寻求的 研究人员发现 2023年8月至12月期间 香港出口商向俄罗斯买家 运送了近20亿美元的商品 其中近40%的出口价值来自CHPL上的物品 包括各类半导体 报告中提到的一家公司是Piraclinos Limited 这是一家木炭和肥料供应商 根据报告 2023年12月 Piraclinos向一家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公司VMK 运送料价值超过250万美元的电子集成电路和其他CHPL物品 香港一直是国际商业运营的枢纽 包括合法和非法的业务 设立公司的便称性使得个人能够轻松 创建新的渠道来转移商品和支付 并通过空壳公司掩盖其身份 即使他们在西方当局的视线中 报告中提到的一个例子时 一家名为Artranex的香港公司在被美国制裁 针对向伊朗供应电子元件后几天就解散了 一年后 Artranex的所有者以不同的名称设立了一家新公司 报告作者Samuel Pickett表示 这位所有者根本不应该能够重新开设公司 香港在制裁破坏中的角色部分是因为 他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运枢纽之一 但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去年发布的另一份报告 这也时香港对中国日益隶属的直接后果 Pickett表示 北京的镇压在这类起了重要作用 香港的公司公然无视制裁 甚至不愿意假装遵守 《南话早报》 报道 香港警方逮捕了两名泄册 并追回价值70万港元 约8.96万美元的被盗中药材和干海尾产品 这些物品是从尖沙咀繁忙的旧物区 一家新开的店铺中偷走的 这起涉案发生在周一凌晨5点40分左右 两名男子厂入位于汉口道的 张保国药堂的地面单位 触发了警报 警报惊动了店铺的保安公司 保安公司立即通知了警方和店主 店主表示 他通过手机应用程式检查了店铺的闭路电视 实时看得两名戴帽子和口罩的男子 在店内闲框 看起来就像在超市救物 他补充说 两名涉探倒空了几个装有燕魔和松草的罐子 还偷走了店铺中一声昂贵的中药材 该店铺上个月才开业 一位熟悉此案的消息人士表示 两名嫌疑人在警方到达前已经逃走 带走了价值70万港元的中药材和干海尾产品 他说 警员在附近一条小巷中找获了两名嫌疑人 并找回了被盗物品 距离店铺不到100米 328英尺 消息人士补充说 警员正在调查者对嫌疑人是否是通过后门闯入店铺 根据警方的说法 这两名年龄分别为59岁和61岁的入侵者 因涉嫌入室盗窃被拘留 根据盗窃条例 此罪行可判处最高14年监禁 由尖区刑事调查组的偵探正在跟进此案 今年前五个月 警方处理了全市604宗入室盗窃报告 比2023年同期的440宗增加了37.3% 警方数据显示 去年入室盗窃案件增加了52.8% 达到1354宗 而2022年为886宗 南话早报指出 内地中国最近扩大外国人免签证入境措施 这对旅游业是一大推动力 这些举措好比打开了旅游的洪水闸 香港现在需要安装发电站来利用这股洪流 YouTube上充斥着外国人惊叹中国大城市的视频 展示了与他们来访前所听到的完全不同的景象 包括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整体活力 有些人希望继续访问这个国家 而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门户 香港必须充分利用内地新签证政策 带来的额外旅游推动力 以保持期 亚洲国际都会的称号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曼谷市线在7月14日开始允许宠物乘坐列车 香港的公共交通运营商为何如此缓慢地改变 这个城市面临人口露灵化 出生率下降和宠物拥有量的增长 这些趋势不能被忽视 宠物主人受到歧视 宠物不允许进入超市 餐厅和公共交通 虽然有更多宠物友好设施 如西九龙海滨长廊或全湾的Mills 但主人无法带宠物去哪里 除非他们开车或乘坐 收取付加费的出租车 我并不提倡完全取消禁令 但确实有空间让公共交通更加宠物友好 可以考虑在周末 指定车厢或某些巴士路线上允许宠物 一些积极的行动是必要的 让我们的城市更符合社会变化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渤海银行计划通过公开招标 以折救价向国内不良债务管理公司 出售价值35亿美元的资产 以补充资本水平 这些资产的本金为256亿元 约35亿美元 将出售及包括中国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 在内的潜在投标日 渤海银行在去年年底报告的 16.6亿元不良贷款基础上 这次出售的数额增加了54% 渤海银行还有289亿元的特殊提及贷款 这些贷款的支付被认为有风险 但尚未成为不良贷款 这次出售的资产在2023年岁前 亏损为15.8亿元 而该银行的利润为50.8亿元 渤海银行表示 初始最低转让对价为177亿元 这相当于29亿元资产总额的40%折购 包括利息支付、罚款和司法费用 银行预计将分批完成出售 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并将利用所得款项补充营运资金 以及提升资产质量和资本援充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取消了1号风球 因为热带风暴派比安已经远离城市 香港天文台表示 星期六晚上10点40分发出的代名风球信号 在星期一中52点20分被取消 当时派比安估计在香港西南偏西610公里处 预计将以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 穿越中国南部的北部弯 尽管风球信号已经取消 但当地仍可能会有零声的狂风骤雨 可尚和高地的风势仍然会偶以强劲 居民被建议远离海岸线并保持警惕 南华早报报道 新加坡唐人街一间店屋外墙上的 一幅手持香烟的三水妇女壁画 引发了公众的讨论 讨论的焦点更多是关于她是否在正常化吸烟 而非三水妇女对现代国家的贡献 三水妇女源自广东省三水区 他们在1930年代的马来亚建筑业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末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养残业 这为珠江三角洲的贫困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 这些妇女选择不结婚 避免对丈夫和婆家的义务 加入了疏起的细姐妹会 并将头发疏成象征以婚妇女的计 他们有些选择到海外工作 寻找更好的就业前景 特别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和马来亚 除着丝绸业在1930年代的衰退 更多的妇女离开珠江三角洲 前往海外寻找工作 他们在马来亚的建筑业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穿着海军蓝或黑色的衣服和红色头巾 这显眼的颜色减少了工地上的事故风险 南华早报报导 新加坡原有望连续第三年成为 亚洲表现最佳的货币 因为新加坡中央银行预计将 继续使用坚挺的汇率来对抗通胀 新加坡原目前在2024年 亚洲货币中排名第三 仅次于与美元挂钩的港元和印度努比 然而由于市场预期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将在即将到来的政策审查中 维持其升值汇率设置 新加坡原正在赶上这些货币 TD Securities的宏观策略师Alex Lu表示 他们预计新加坡原在下半年将继续表现优异 因为他们不预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会 积极减少新加坡原名义有效回律政策大的邪律 新加坡原应该会继续受益于政策大的升值路径 而全球贸易的增长势头也应该会增强 新加坡原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新加坡核心通胀在6月份可能放缓至3% 根据经济学家的调查 预计明年将放缓至2% 新加坡经济强劲的增长前景 也支持中央银行保持货币升值路径的理由 尽管港元今年是亚洲表现最佳的货币 但美联储即将降息的可能性增加 使得港元面临急剧逆转的风险 南话早报 香港一间拥有119年历史的富裕公司楼妈记 由于无法符合严格的污水处理规定 被迫从内地进口富裕 而非自行生产 第四代经营者楼方业透露 近30年来楼妈记的白富裕 并非在香港制造 而是从内地进口 这一消息引起了网上强烈批评 尤其是该品牌曾被香港旅游发展局 推广为传统老字号 刘芳叶解释 当时因无法满足更严格的污水处理要求 家族选择从内地进口原料 但在香港进行后续的发酵 调味和装瓶过程 他还向食物安全中心道歉 承认他们对该中心的检测结果反应过度 并对顾客可能存在的误解表示遗憾 南话早报 联合国副秘书长亚米娜 穆罕默德在7月8日的高级别政治论坛上指出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中不到五分之一达到了2030年的预期进度 要扭转这一局面 企业需要与联合国合作 明确旗在SDGs上的责任 至2015年SDGs採纳以来 企业的行动大多是自愿且没有后果的 联合国可以通过明确公司责任来推动变革 正如人权议题在1948年被提出 并在2011年通过联合国 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实现了企业行动 这推动了欧盟 企业可持续发展进绩调查指令 的出台 要求大公司在其运营 指公司和价值链中进行环境和人权进绩调查 世界基准联盟的研究显示 有人权发规的国家企业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 比无法规国家高出近60% 而在建筑等高影响行业中 企业在多方监督下的表现则高出80%以上 联合国需要在气候 生物多样性 数字权利和不平等等方面明确企业责任 才能推动企业行为的改变 谢谢你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道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道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olon6du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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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